假清冠真犯毒 本分局日前接获一名单亲妈妈求助称 及儿子房内有不明塑胶包装 已是最近新闻报导之毒品咖啡包 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着手侦办 经调查后发现 该集团主前派遣急需用钱之年轻人 作为俗称小蜜蜂之毒品送货源 该集团系以微信群组或隐医性较高之赖群组 或透过资深朋友互相介绍 其通讯内容隐秘不易遭人察觉 该贩毒集团皆使用密语或行话进行毒品交易 并以清冠药包代称毒品咖啡包 挂哺乳卖毒品 以买五送医或老顾客打折方式贩售 对象多为年轻族群 本分局远景依其交易模式 在台中市区逮货毒贩 并当场查后新兴毒品咖啡包数十包 本分局查后之毒品 小蜜蜂年仅十九岁 其贩毒理由 竟是筹掃金钱 帮女友买车作为生日礼物 应遭诱惑赚钱速度快 而加入贩毒集团 无日分局在此呼吁 吸毒一时危害一生 民众如以网络游戏或群组发现 以逆声代替一式毒品之食品 或药物者切勿好奇尝试 也不要误入快速轻松赚钱的求职陷阱 遭贩毒集团利用而身负重罪 好